走路来接我来了 你什么时候出发的 我10点多钟出发的 现在都1点 你不是说不开车来吗 你不是说坐高点来吗 一村下雨 我去坐高点 我看到下雨 我又不想去了 然后我就直接开车来 你不是开车方便一点吗 开车来这里是方式方便一点 对呀 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在里面了 在里面好一点没有 随便先吃1点中午 他们已经吃完了 我们已经吃完了 走 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什么好吃的都有 都有啊 那你吃啥 反正今天中午简单吃1点 好不好 反正主要是填饱肚子 阿姨他们 看到阿姨他们的东西 就这样的 晚上就睡地上 我觉得太辛苦 拉拉 是这里辛苦不辛苦 不辛苦没办法 是很累的 我觉得病人睡到里面也遭罪 在外面守的人遭罪 你看一天都没哪里去 主要是要出去透透新鲜工县阿姨 你为啥呀 有空调是有空调 病人太多了 口罩要戴好 没办法没办法 对 你们别把自己也弄得感冒了 这样等下真的是麻烦了 是吧 下午没事 我去附近找一下旅馆 实惠一点的 我们晚上就去旅馆里面住 好 真的 这样睡在地上太辛苦了 你不怎么辛苦 辛苦啊 还不辛苦 你看 白天 自己应该一直省点钱 那都没钱 这里面一天最早都要钱多 那那里舒适是没办法的 是啊 那我们自己都能省点钱 我出钱 我们去住 你说出钱 我们说能省点钱 但是自己也要休息好 你们休息好 你看你坐到那里都无精打采的 你在病岛了咋办 你说是吧 自己还是可以 对自己身体也要注意 来到这边 大医院应该 比在那边应该要好一点 应该再过两三天 应该就 应该就可以拔管子了 不能 医生是这么学的 他说因为他太好 因为他现在打这个药室 这二元大胆 对 太高了 他的脑子就有点不清醒了 对 这个医生问他 对 他不清醒 现在 他们二元 后面要把筋排出来 然后再回把这种管子打掉 他就没那么煩躁 再一个这个管子 他插在里面 这里 这个盒子 这里有点红衣啊 所以他转到这边大医院了他不会说 那个什么 他已经插了管子在这里 插了管子 提高的管子全都爬掉了 就是啊 这个呼吸比较会难 因为他本来就是肺 那个嘛 呼吸比较会难 一小二以后他都不用的 哎把他爬掉了 他老子 等他老子清醒了 一脚还在这二元大胆出来了 他自己清醒了 就不乱了 乱动 嗯 现在在那边 他的手也绑到了 脚也绑到了 所以进去看望的时候说一下 好好配合 他打着麻药 他应该听还是能听得到吧 他睡着了 肯定会说啊 对 可能他说要配合 医生治疗是吧 对 不会医生治疗 我们在这里更受罪 哪里受罪 是啊 他躺到里面也受罪 你看你们坐到外面每天 睡也睡不好 在外面怎么样吃也吃不好 都是最希望叔叔快点好起来要 嗯 这样沈丹拉拉也 从一个 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现在成了懂事的孩子了 这样子是很细 真的 感觉你这段时间真的长大了 嗯 那这个这样 这样的时候不懂吧 再重大 这个时候会想 要是我妈妈还有个姐姐或者多好 就不会要我一个人天天跟到这里 可以换着一下来 轮流的换着来 都知道不生病多好 那不生病谁也不想生病了是不是 那已经生了病也没办法吗 是吧 对 胜得好是吧 对啊 因为以前我奶奶久了都经常很少生病 真的 那说明奶奶以前身体很好 是很好 但是现在跟你讲 人的抵抗力都不如从前 以前的人都是天天做事锻炼身体一样的 现在的人就缺乏运动 所以就 一冷下来或者怎么样 就容易比较感冒 嗯 特别是这一次咳嗽比较严重的事情更不得了 对 那肯定了 他要转为普通病房 然后完全在这边 抗护的差不多 然后就可以回去那边 再观察观察应该可以 还有观察 对 还没有办公室 哦 在家里这个公室还没有办公室 嗯 只要在这边稳定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转回去比较好 你看在这边什么都不方便 是吧 在这里他要 剩下这个管子 还要几天在这里消炼 是嘎 消炼都差不多了 就可以转回去 再到家里面那边打消炼要是 我觉得更好 要这边整个方便 对啊 因为住在这边 你看光去食堂买的汤汤水水 肯定没有自己家弄的那么好 今天上午 也跟不上营养 今天买的这个汤 就是几遍猪汤10块钱 全部是水 这样买的汤汤 下午等下你也打着这个猪汤 又不是说要吃猪汤汤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 等一下 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给他去找个住的地方 买一个那个煲汤的锅 然后炖一锅汤 然后这样 用那个买一个那个保温筒 可以这样弄的给他吃还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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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辣粉 辣粉我觉得也辣粉 辣粉我特别也辣进去 也是做的就会射进去 射进去的 射进去 辣粉呀 我跟女生可不可以吃 他说可以吃 猪肝是补血 补血 反正他没什么 因为他现在主要是没吃饭了 实际上他说如果不吃这个 就要跟他打这个 这一份卖的精进去 就要几百块钱 对一针要几百 蛋白蛋白蛋白粉 是什么东西 那个是抵抗 那个人的抵抗力的 要不然更没精神 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今天 我现在我们出去看看附近的旅馆 然后等下旁边有超市 我觉得如果天天要喝糖的话 还不如买个锅 自己买点新鲜的食材 自己包着 是不是说喝还好一点 去吧 啊去吧 我们去外面转一下 看看旁边的旅馆 天天住这里 反正晚上 晚上 晚上也没什么事情 旁边也是睡觉 你看这么大的地方 很吵的 晚上根本睡不好觉 你看阿姨跟艾拉拉 都已经憔悉很多了 那我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先这样吧 拜拜